吸土,被称为工业维生素,尤其在高科技领域有广泛应用,有夸张的说法说,当今世界没出现四种新技术,其中之一必与吸土有关。 从智慧手机、电动汽车,到雷射仪器,都需要吸土,而美国对华为尽售的晶片,也都需要吸土。 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,用我们出口吸土所制造的产品,反用于遏制打压中国的发展,便是这个原因。 除了高科技领域,目前几乎所有尖端武器上,也都有吸土的身影。 例如美国导弹的制导系统,坦克的雷射侧剧机,F-22战机的发动机及机身等等,都有赖于吸土。 而围绕中美贸易摩擦,吸土一直是无法忽视的焦点之一。 一方面中国吸土储量,占全球首位。 2015年,中国吸土储量,为5500万吨,占世界总储量的42.3%。 另一方面,美国对于吸土产品的消费,基本依赖于中国。 2017年美国八成的吸土,都是从中国进口。 正因为这样,美国多次对中国产品加征进口关税。 但吸土都不在加税清单上,对中国吸土的依赖程度,在美国早就引起了注意。 2018年,美国国防部向特朗普,呈交了一份报告。 警告说,美国国防系统,对中国吸土依赖程度巨大。 报告还称2010年中日钓鱼岛主权纠纷时,中国曾一度禁运吸土,迫使日本就范。 并称,中国完全有可能会再度使用吸土作为战略武器。 媒体称,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,也是从2010年起,开始战略囤积吸土资源和使用吸土的零配件。 不过,目前,美国国内的吸土生产几乎停滞。 美国加州的芒庭塔斯吸土矿,是美国唯一还在运转的吸土矿。 这家公司2017年被一家中国公司,以及两家美国财团联合收购。 而且出于成本考虑。 其每年生产的5万吨吸土,还要运到中国加工处理。 为了进一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。 5月20日,美国与澳大利亚零纳斯集团,签署加工吸土的备忘录。 这家公司是中国以外规模最大的吸土生产商。 占全球吸土供给份额约12%, 它将在美国建立吸土分离厂。 试图填补美国供应链的关键空白。 不过,这家公司坦言, 他们无法代替中国的产能。 因为在吸土博士的培养方面, 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比例是100。 0。 事实上, 吸土只是美国担心的中国反制美国的武器之一。 德国媒体称, 除了吸土之外, 中国建代理还有更的建。 比如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, 就被认为是一个比吸土更有效的武器。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, 去年调查了100家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。 97%的受访美企, 在中国都实现了盈利。 19%的企业, 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市场。 另一个被视为中国王牌的选项是, 轻售美国国债。 截至今年三月底, 中国持有1.12万亿美国国债。 居世界第一。 如果中方选择抛售规模如此庞大的资产, 其威胁被称为是核武选项。